大家好,我是佩晨 今天要感謝冠軍跟蘇玉還有銅耀跟安格斯 因為我今天玩第七關 就是企業家 那我今天玩其實一開始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還蠻順的 可是因為我有買到兩間房子 一個商房兩廳還有一間兩房一廳的 所以我有產生了被動收入 但是就是自己可能太沉溺到好像就是 就是有點就是有先前之前玩的那一次 今天就覺得我買到房子 那我等一下可能有機會可以賣更 可能有機會跳出來 然後太專注在這個點 然後剛好遇到失業 然後我不知道失業他要付那麼多錢出去 所以就要付每個月要付到六千九百一十塊 那我也不知道我手頭上沒有那麼多線心 想說好像還有 然後不曉得沒有去觀察到失業要付那麼多支出 是這個點 因為不知道自己的總 沒有去仔細算過 也沒有去仔細看到我的總支出是多少 然後就想說我的總支出有那麼多 然後就是然後市場上有兩次的機會 我都沒有去注意 只注意到說我的被動收入又要增加了 好像是注意到這個點好像就是 我只要趕快把它這裡增加 我就可以跳出老鼠圈了 但是卻去忽略到市場風雲的那個 就是可以那個翻身的那個機會 所以就是變成說 就是因為這樣子自己太不專注 然後也沒有很認真去思考過 就是我買房子的用意是什麼 對然後就導致自己不小心破產 然後就失業了 所以覺得反正在自己人生 就覺得好像自己太大意了 然後也沒有很仔細去觀察說 我每個月的資產不在表示 怎樣出去怎樣進來的 然後導致我現在居然自己破產 還不知道這樣子 那是所以就覺得說 自己要好好的去記取這個教訓 然後不要一直關注在 我可以創造出多少被動收入而已 而是應該要去關注說 整個聯動性的關係一點 不是在專注在哪一個點 我投資我有賺就好 然後卻沒有忽略到 原來我每個月還有支出那麼多 那如果有一天我破產了 那個市場又沒有去關注到 導致我自己變成 就等於說你雖然擁有好像都是 你現在只是暫時的 好像暫時擁有而已 並不是真正擁有 所以我就覺得說 是要整體去看 而不是關注在我投資什麼 賺了什麼 還要去思考到說就是 我人生中也有可能會有什麼 出什麼差錯 然後導致可能原本擁有的 就這樣一期間不見了 那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教訓 所以我必須要去好好思考一下 要去了解一下 所以今天要謝謝 玩這個遊戲的在場所有的人 然後也要告訴自己 真的自己做了這種那麼嚴重的事情 然後自己卻不知道 所以就是玩這個遊戲 真的是可以讓自己的一些習性 真的是可以慢慢的去注意到 然後可以去把它改變掉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收穫非常多 那我希望可以透過這種習慣 然後讓自己真的可以去慢慢的去思考 然後去改變自己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